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顿涅斯克方向的最新战报 那么现在在顿涅斯克的佩尔沃迈斯基这个方向 在这个方向 那俄军宣布解放了佩尔沃迈斯基 俄罗斯也公布了俄第九突击旅升起国旗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佩尔沃迈斯基实际上激烈的战斗 从2014年2015年俄乌战争开始之前 这个方向就开始进行对峙 那么实际上接近九年的时间 俄军终于完全突破乌军的防线 佩尔沃迈斯基 接着莫斯科时间2024年4月9号晚20点 俄军全面控制该地区 激烈的战斗24小时进行 进行了长时间的巷战 大家可以看一下巷战以后拍摄的画面 非常惨烈 俄武装部队在顿涅斯克方向取得重大进展 佩尔沃迈斯基已完全处于俄武装部队控制之下 第九突击旅的部队升起国旗 俄武装部队已经打通了通往内塔洛沃的道路 这个定义点是奥尔洛夫卡乌曼斯克 涅塔乌洛三角区乌军防御的最难点 佩尔沃迈斯基已南向涅维尔斯科耶方向 可以发动攻击 所以这个方向对俄军来说非常重要 乌军在撤出以后开始重新集结 现在乌军的主要是进攻对俄武装备的侧翼施加压力 在佩尔沃迈斯基方向 从图上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南部就是马林卡 在克拉斯多格洛夫卡地区攻势也恢复 俄武装队现在装甲集群在铁路两侧 以乌军进行交战 相关视频在互联网上也出现了 不给大家播放了 在南部 俄军现在正在控制 叫科洛伯克 幼儿园以东 瓦图蒂娜大街 现在来看俄军推进的速度可能更快 哥尔罗夫卡在这 从这张图上大家可以看一下 格尔罗夫卡方向在这个方向 佩尔沃迈斯基在这 马林卡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说佩尔沃迈斯基被解放 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看一下俄罗斯方面 公布的画面 那从图上大家可以看到 佩尔沃迈斯基 他是在这个乌曼斯克南部 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那么俄军想要攻击乌曼斯克的话 俄军现在的先头部队 到达乌曼斯克的这个郊区地带 东郊 那佩尔沃迈斯基如果被俄军攻下 下一个就能够到达向北 到达乌曼斯克的南郊 那它会形成什么 形成对乌曼斯克三面河北 乌曼斯克南部地区的乌军 也很难在佩尔沃迈斯基建立这个阵地 另外一点 它向南的是马林卡 连接马林卡 格尔罗夫卡方向 俄军现在又突破 那从乌曼斯克 保证乌军很难到达马里布尔M14 就比尔江斯克克里米亚这条铁路 就是俄军向乌军完全赶出了克里米亚 南部大桥 克里米亚 这个打击区 看到了吧 乌军准备在今年的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那么俄军现在在顿尼斯克的行动 就能将整个战线向前推数十公里 这样的话 乌军的整个的远程打击 无人机还有导弹 很难在这个方向构到克里米亚大桥 这个实际上也是俄罗斯方面 今年要将解放顿尼斯克宪法边界 作为战略目标 如果能够解放顿尼斯克宪法边界 乌军在整个的顿巴斯地区 将没有远程能力构到克里米亚大桥 所以这个方向呢 这个是俄军啊 现在为缓解在克里米亚大桥 在克里米亚方向压力 所以在地面战场 俄军必须要做的 就是向红军村方向 向顿尼斯克宪法边界 快速推进 防止乌军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这就是建立缓冲区 所以解放这个佩乌麦斯基 那这个方向的战斗 未来在乌曼斯克南部地区 俄军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优势 那在整个的顿尼斯克的阿弗蒂卡前线 最新的战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谢苗诺夫卡方向 昨天再给大家介绍 谢苗诺夫卡非常重要 必须先在谢苗诺夫卡取得突破 才能开始进攻乌麦斯克 那昨天的谢苗诺夫卡 也占领了一个区域 大家可以看 虽然地方不大 但是实际上也说明 俄军在进行 不断向前推 那俄军现在已经控制了 佩乌麦斯基 顿尼斯克方向 俄军装甲集群的进攻 突破了乌军在铁路沿线的防御 也进入谢苗诺夫卡和乌曼斯克 还有别里奇方向 那别里奇 现在来看 俄军已经控制了三分之二 从整个情况来看 别里奇之间的战斗 是24小时昼夜不停的进行 俄军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天 也就是未来的48小时到72小时内 解放别里奇 这个时间现在来看 也是非常明确的 这个方向 俄军还击毙了一名美国工兵 这个人是德克萨斯人 从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这名士兵叫塞德里克查尔斯 哈姆 他是德克萨斯人 几个月前刚刚从美国来到乌克兰 他实际上是刚刚到达乌克兰就被击毙了 另外俄罗斯的对外情报总局 纳雷什金今天进行了介绍 对外情报总局说 美国私人军事公司开始在美洲 特别在美国服刑的墨西哥哥伦比亚 毒贩成员在监狱里面招募 在监狱服刑的毒贩前往乌克兰 参与冲突 美计划今年夏天向乌克兰派出第一批 约数百名拉丁美洲毒贩 前往乌克兰作战 这些毒贩都是在美国监狱里面 被美国逮捕的 也就是服刑人员 实际上和俄罗斯当时在 瓦克纳工兵使用的政策是一样的 就使用这些监狱里面的毒贩 可能给他们一些赦免 但是必须在乌克兰作战 美国现在是把墨西哥毒贩招募 俄罗斯方面 现在这个情报已经明确的指向了 美国 大家看一看 这南美洲的毒贩 大量在乌克兰作战 美国的驻墨西哥大使馆 对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 关于美军事人员公司招募 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毒贩成员 参与乌克兰冲动声明是诽谤 美国方面否认 那么很快呢 今年夏天啊 咱们就可以看到 是不是有数百名的 墨西哥毒贩 在监狱里服刑的 在美国监狱服刑的毒贩 前往乌克兰参战 今天呢 关于莫斯科啊 恐怖袭击呢 也有最新的进展 俄罗斯的调查机构呢 首次证实 拜登啊 他的儿子 亨特拜登 在乌克兰成立的公司 叫布里斯玛 他呢 是参与了对莫斯科恐袭 恐怖分子资金的往来 那参与恐袭的恐怖分子呢 通过布里斯玛公司 从乌克兰获得了资金 这个布里斯玛公司啊 就是亨特拜登 他在乌克兰运营石油 天然气的公司 那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呢 已经 获得了乌克兰的布里斯玛公司 与恐怖分子进行资金往来的证据 这个莫斯科的恐袭啊 实际上呢 美国还有北约国家认为 和乌克兰没有关系 但是现在把这个亨特拜登 他也起底了 大家看啊 布里斯玛 和美国总统拜登 纽兰 大家看啊 纽兰 乌克兰总统 波勒申科 都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那实际上就是拜登 他的家族参与了 对恐怖袭击 武装分子资金的支持 这也很有意思 布里斯玛呢 是乌克兰的一家 私营的天然气公司啊 那这个天然气公司 实际上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 商业上的运作 包括政治上的 政治现金的运作 目前呢 俄罗斯金融监管机构 已将莫斯科市政厅的这个 莫斯科的这个恐怖袭击 刑事案件中 7名被告 列入恐怖分子名单 不排除未来呢 拜登啊 家族的亨特拜登 可能也会被列入 恐怖分子名单 那这个非常有趣了啊 今天呢 还有一个消息啊 就是在马里布尔 当时应该记者 马里布尔 这个直升机大队的 叫风鸭子 中队 驾驶员 被俄军击毙 这个风鸭子中队 当时是解救了 美国还有乌克兰的 这个被围困的 高级指挥官 他驾驶是米巴 这个指挥官叫 维塔利普利亚克 被俄军击毙 当时2022年啊 这个米巴直升机 风鸭子 大家看看啊 他驾驶这个米巴直升机 多次进入马里布尔 被俄军围困的 亚素钢铁厂 撤走了大量高级人员 包括美军高级指挥官 风鸭子 大家看啊 所以当时的美军顾问啊 当时美国的一些高级将领 就是由他亲自 驾驶米巴直升机撤离的 当时我大家可以介绍了啊 这个大鱼嘛 被围在马里布尔 结果这个大鱼是被啊 风鸭子救走 这个风鸭子呢 共出动了四次 救走了大量美军高级人员 那这今年呢 是风鸭子 他呢已经被俄军击毙啊 在普利亚克 在顿巴斯地区 那具体的地点呢 根据现在情报显示 应该在新帕布洛夫卡 这个新帕布洛夫卡 当时俄军呢 打击了两架米巴 两架米巴 应该是被在机场 地面行动摧毁了 那这个驾驶员啊 应该也被击毙 普利亚克 风鸭子 当时很多媒体也在吵啊 这个大鱼 其实是有大鱼的 大鱼就被鸭子救走了 俄罗斯方面 其实我觉得也是默许的 俄罗斯和美国之间 其实大国之间 都有一种默契啊 你可以做 我也可以做 但是呢 各方都不能说 当时马里尾尔战役嘛 两年了 那这是今天的 顿捷斯克的最新消息 俄军现在这个推进速度 我觉得是可以的 到夏季 很有可能开启 包括克拉玛托尔 斯拉布扬斯克 红军村方向的一个战役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俄军 能够使乌军远离 马里布尔 至比尔江斯克一些 就保证了 克里米亚大桥的安全 乌军将很难 使用远程武器 打击到克里米亚大桥 我会持续关注 顿捷斯克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呢也会第一时间给他